4.5的妞 兜里穷得只能吃泡面的情况下 还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的那位姑娘 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 4.5的姑娘 4.5的少年 9块钱的结婚证 那就是一辈子了 这句话出自歌手隔壁老凡 一首名为《四块五》的歌 他的专辑是这样介绍的 因为面对生活的压力 而且金钱的负担比较大 所以现实的枷锁 就施加在了情侣的身上 在物质面前 爱情其实非常脆弱 而且变得特别奢侈 世界那么大 却一直寻不到那个4.5的妞 因此啊 这首歌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共鸣 您知道了吗